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要亲子 你叫你 薛书记 唐人们 赶快认到 准备认到 射射弹 国联乌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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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岐 Ł grad 激动 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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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建议你带着姬耀莲到陆中军去去 薛书记 根据战舰部署 我们姬耀莲要在城顶山与主力部队汇合 那是军令啊 好 目标城顶山 准备出发 黑天亮点照报告 知那苏诺朕取吉耀莲 朕逃亡城顶山 果然不出我的思料 知那摇摇三十的隐藏点 就在城顶山 决战的时候到了 我命令第五 第六混合旅团 以及第七混合旅团的一部 向城顶山进发 我要亲临现场指挥战斗 赵将军 您太客气了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真没想到贵军如此神速 真是令人敬佩呀 参谋长 你有所不知了 就在你们打响突围战时 王司令就派我们一团前来接应了 只是呀 当时不知道贵军的具体位置 所以就在临取一带隐蔽待命 王司令可谓是高瞻眼中 现在姬耀莲已经归队了 所有突围部队已经到达城顶山 我命令部队稍加休整 天亮以后马上出发 目标移山 八路军鲁中军区 是的 我要亲自登门拜会一下王司令 好好谢谢他的救助之恩 周主任 带着机要文件多多不便 您要三思而后行啊 是啊 周主任 最开始的时候 徐书记让我们带着机要文件 到鲁中军区 兄弟们为了执行命令 为了保护文件 可是冒死才赶到城顶山的呀 人家要是为了这些文件 就不来这里了 修书记 你怎么也没休息呢 满脑的都是事 睡不着啊 你说兄弟们兜了这么大一圈 拼了性命才到这儿 可后来 还不是一场空吗 魏连长 你是一名军人 你服从命令回天职 有些事情 你不必太苛责自己 我们是在打仗 每天都会失去兄弟 但我们只能继续向前 直到把日本人打得举手投降 只有这样 我们兄弟的在天亡灵 才能得以安息 从你们身上 我看到了抗战的希望 国难当头不分牛 等抗战胜利以后 我希望我们能成为一家